其实你之前也演过很多经典的文艺片爱情片 你之后还会再想演这种 演啊 如果有好的 有很有利益性的东西 不要那么灰色灰暗的东西 最近就是好像跟那个 刘烨的这个旺盗 马上就要那个什么了 有吗 我那陈鼓帮忙 真的 一开始让我也 什么 哪见过这么高这么高的陈独秀啊 我说那个旺盗谁演啊 陈旺盗谁演啊 说刘烨我 哦大小他比我高 单纯是他比你高你就演的嘛 难道是他刘烨这个人吗 刘烨也跟我说 我说师哥您过来帮个忙了吗 然后还有侯永导演啊 也曾经找过我呀 怎么怎么样的 我说行啊 那今天那就帮忙呗 哦 是吧 通通是都是兄弟 哦 是吧 有师弟 所以刘烨求你来 没有求没有求 只是征求我的意见 看你有时间吗 怎么怎么样的 你就很很干脆的答应了 啊 反正正好那段我有时间 哦 对吧 对 快去呗 很多网友都看到你们俩回来 就说什么 爷亲回 你明白这个词吗 那个爷 爷爷我的青春回来了 爷爷我的青春回来了 哦 就感觉 又回到了曾经的那个时光 对他们这么说 你是怎么想的 我很感谢你们 一直念念不忘 这说明我们当时 当年演的那部电影 很好 很成功 是吧 只要你们快乐 你们就去那么想了 嗯 不错不错 我也就这么想 你这么想 大后头 哈哈哈哈 不是白天酒 你不是白天酒 不是白天酒 不是白天酒 明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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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快乐吗 快 那就行 哈哈哈